那個稻有那麼重要嗎 沒有啊 那就是這樣而已 其實這個稻在以前的農業社會 因為以前我們是以農立國 這個稻其實就是在米 在切仔米 它就代表一種 就是一個傳承 一個是不是你們稻會好養 或是會散吃 就有餐吃沒餐吃 對我們中國人很重要 所以這個稻其實就是在這個 財富 對切仔米的意思 那為什麼要女兒來捧 還有長孫來捧 以前的觀念就是說 才會傳承下去 一代接一代 我們是可以封衣竹始的 對 大孫也是代表 像五十五才會行 對啊 因為以前女生在 古早時代沒地位 女兒嫁嫁嫁別人 可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來我辦公室很多 生女兒沒什麼作為 四五十歲都沒在賺錢 都父母親在養 對 反而在照顧父母的都是女生 對 反而在照顧父母的都是女生 對 反而在照顧父母的都是女生